基東市某國小發生疑似食物中毒案之後 基東市長謝國良非常重視 更在林沛祥侯友宜 聯合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 向學生及家長鞠躬道歉 同時採取三大精進方案 保障學生食用營養午餐的安全 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在基本上還是要一鞠躬 來跟大家以及所有的學生跟家長來道歉 對不起 這兩天我們有立即的開會 跟檢討我們相關的作為 國良想提出三個精進的方案 來跟大家 來請求大家的建議跟協助 不好意思 先回一下 首先就是從明天上課日開始 國良會在上午營養午餐 送達食材的時間點 每天不定期的挑一個公立的國小 我會親自的跟HACCP 還有我們衛生局的團隊來做一個抽檢 就好像上班的時間我們會到通勤族 來關心需要的通勤朋友一樣 我希望從未來的數週有必要的話就會持續下去 每天一個公立國小 我們來關心一下這些營養午餐的食材 跟學校廚房的狀況 第二點 我們從明年第一季開始 我們的營養午餐 每人每餐 我們會提高食源的補助 由基隆市政府來負擔 我們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們可以得到更好的共餐品質 可以得到更好的更健康的營養午餐 第三點 我從現在開始會針對營養午餐所有的細節跟進度 每一週我會召開營養午餐會報 會跟各個校長大家共同討論營養午餐的精進方式 並對營養午餐的供貨廠商 包括最近出事的盛威食品 我們會進行最嚴格的檢視 當然或許這樣子還有不夠的地方 我們也會持續的檢討精進跟改善 以上幾點跟各位報告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